先前因沒有響應微軟創辦人 比爾蓋茲發起的捐贈誓言 遭到部分人是批評的 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14號在現任女友桑契斯陪同下 接受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專訪 他在訪問中清楚並首度表示 將捐出他名下大部分的財產 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貝佐斯的身家高達一千兩百四十億美元 大約三兆多臺幣 他在訪問中說 要把自己大部分的財產用在應對氣候變化 以及支持那些在社會和政治嚴重分歧前 能讓大家團結的人 但是貝佐斯沒有給出時間表 或是具體金額 另外由貝佐斯在兩千零一年 創立的貝佐斯勇氣和文明獎 十二號頒給了知名鄉村歌手 同時也是慈善家的陶利巴頓 一億美元 約三十一億台幣的獎金 以表揚他以勇氣及文明方式解決問題 貝佐斯還在推特發文說 希望陶利巴頓能夠用這筆錢 幫助更多人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